都说血浓于水 可现如今这个世道 抛弃孩子的父母大有人在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山楂妹就是这个遭遇 因出生异于常人惨遭抛弃 而当她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名之后 她的亲生父母 居然想认回山楂妹 或许他们忘了 当初是谁把山楂妹 遗弃在医院门口 又是谁辛辛苦苦 把山楂妹养大 山楂妹的人生到底多悲惨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 山楂妹背后的故事 2013年 星光大道上 一位穿着朴素的女子 长相平平 甚至没有什么特点 凭着极其富有表现力的声音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获得了星光大道总冠军的亚军 从而被全国观众熟知 她就是被我们称为 山楂妹的张月强 因为在一档节目中 她带了一篮子的山楂 分给现场的评委和观众 让她们尝尝自己家的土特产 这一幕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从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 山楂妹 其实在娱乐圈 相比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明星 观众们更喜欢这些接地气的 而获得了星光大道的亚军之后 山楂妹有了名气 之后各种商演不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她翻唱那首 烛光里的妈妈 她的唱歌 一鸣惊人 丝毫不夸张地说 她唱得堪比原唱毛安民 把观众评委都唱哭了 节目已经播出 山楂妹就走红了 或许没人不知道大一哥吧 当初的山楂妹和大一哥 不分上下 她凭着自己的努力 从无人问津的小透明 到现在的受人尊敬 在舞台上的她 是自信的 是深闪发光的 然而她的身世 却是十分的凄惨 到底多凄惨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月桥出生在山东的藻庄 一出生就跟常人不同 她出生就有六个手指 而且当时 她被医生诊断出 有脊椎残障 当时的家庭条件 不是特别好 所以也没钱给张月桥治病 一来而去 就只能抛弃了 所以张月桥的亲生父母 直接把她遗弃在了医院门口 可能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给了山楂们一线生机 当时正好有一对夫妻 从那里路过 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一看居然是个小婴儿 就收养了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收养张月桥之前 她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所以再养一个女儿 压力又大了一份 但是她们并没有选择不闻不问 反而是直接放回了家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 随着张月桥一天天的长大 她身上的病情也逐渐显露出来 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 养父母才知道她的病情 面对巨额的治疗费 养父母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为张月桥治病 家里所有的亲戚全部戒变了 不但如此 她们还带着张月桥四处求医 前前后后 总共经历的三次手术 在第三次手术后 张月桥的病逐渐好转 这么多年来 她的养父母一直对她视如己出 甚至亲生儿子都没有这待遇 所以在这样充满爱的家庭下成长 张月桥并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 他们村里的人都知道 张月桥不是亲生的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 所以这个秘密 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 整整藏了23年 如果不是因为张月桥出嫁 我想这个秘密 可能会一直藏下去 那一年 张月桥认识了一个 喜欢音乐的帅小伙 张月桥本身也喜欢音乐 所以一来二去 两人就互相产生了情愫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然而这个时候 男孩家长对张月桥有意见 不同意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 两人都是年轻气盛的 不顾家人的反对直接私奔了 不过最后还是被抓回来了 他们被抓回来之后 男方的父母就不让他们见面 为了这 男方拿绝食相逼 本以为这样能让 他们之间的感情变淡 没想到 经过阻拦 反而变得更加的强烈了 无奈之下 就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在张月桥出嫁的那一天 养母把张月桥的身世告诉了她 在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后 张月桥开始想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不是想要认回 只是想知道 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所以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 张月桥想各种办法认亲 然而却并没有结果 张月桥的丈夫不忍心 看着她整天闷闷不乐 就想试着转移她的注意力 她不是最喜欢唱歌吗 那就鼓励她参加比赛 刚好那个时候 山东电视台有个让梦想飞 张月桥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参加了比赛 也正是在那次比赛 让她被观众熟知 一登场 张月桥就跟大家推荐自己家的山楂 俗华说 无心插流流成音 这一个无意的举动 让大家对她有了很深的印象 再加上张月桥独有的嗓音 一下子就进入了观众的视线 从而打开了知名度 参加完了让梦想飞 张月桥又登上了星光大道 在星光大道上 她的表现更让人印象深刻 从一开始的一点点的知名度 一下到现在的人尽皆知 这一切的改变 是让张月桥意想不到的 毋庸置疑 那一年她火了 在张月桥成名之后 很多人知道了她的身世 也有很多人前来认亲 但是 这些人都是来蹭热度的 之后的一件事情 导致张月桥放弃了找亲生父母的心 那一次是养父母生病了 需要前冬手术 深渣妹二话不说 就为养母付清了手术费 在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 深渣妹突然想明白了 比起生母对自己的抛弃 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才是她现在最应该报的 哪怕后来亲生父母来认亲 深渣妹也只是见了一面 就不跟对方联系了 毕竟之前找她们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生她不养她 而又为什么又不给她活路 直接把她扔在医院门口 现在经历了养母的事情之后 张月桥突然觉得 这一切的答案都不重要了 毕竟现在最珍惜的就是养父母 或许有很多人觉得 深渣妹狠心甚至是不孝 之前没出名的时候 想找到亲生父母 现在出名了 反而让人家别找她 但是我们想想 如果不是因为养父母的善心 我们现在就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叫做山渣妹的人 在山渣妹最无助的时候 是她养父母 费尽一切帮助她 将她抚养长大 而不是她的亲生父母 生而不养 怎么能成为父母 所以对于山渣妹来说 养父母虽然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却是有极大的恩情 所以我们知人不平人 不管山渣妹怎么做 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如今的张月桥 已经36岁了 有着美满的家庭 和疼爱自己的养父母 过着自己的平淡 且又幸福的小日子 无疑是最美满的 至于为什么不认亲生父母 是她觉得活在当下 既然养父母给了她第二条生命 那么她的使命 就是照顾好养父母下辈子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歌手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